在参加完亚运会南篮决赛后,伊朗队队长巴赫拉米就回到了德黑篮,并来到梅赫尔通讯社接受专访。 在复盘与中国南篮的决赛时,巴赫拉米仍感慨于对手的强大,对于他和伊朗篮协之间的矛盾,他也做出了解是,在他看来,伊朗球员的待遇实在是太低了,如果这批球员可以去CDA闯荡的话,那年薪不会少于一百万美元。 巴赫拉米现年35岁的巴赫拉米,是伊朗黄金一带的成员,因为无法就待遇达成一致。 巴赫拉米曾长期被国家队排除在外,直到本届亚运会开始前,他才与篮鞋重修就好,并穿上国家队的战袍。 在巴赫拉米以及哈达迪的率领下,伊朗南篮杀进了决赛,可最终以12分的差距,痛施亚运会金牌,在接受梅赫尔通讯社采访时,巴赫拉米又复盘了亚运会决赛,并表达了对中国南篮的欣赏。 我们未能成为英雄,因为中国南篮的表现要更加出色,他们的战术很有针对性,并且坚决贯彻到底。 前两节,我们一度领先16分,但在最后,我们却输了12分,他们打得更好,尤其是最后一节。 巴赫拉米征战亚运会 从巴赫拉米的角度来看,伊朗南篮的战术,其实并不比中国南篮差,但在一些关键节点,球队还欠缺足够的应变能力,我们的战术其实真的不差,但我们只打了两节好球,很显然,我们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。 从另一方面来说,我们也缺少足够的手段,来维持场上优势,毫无疑问,我们拥有很好的球员,我们的任何一位球员,都可以在其他国家队立足,但当我们面对中国南篮时,却缺少理想的比赛计划,以及团队协作能力,在这样的情况下,你根本无法战胜中国南篮。 巴赫拉米其实在前往印度尼西亚之前,巴赫拉米就与伊朗蓝鞋打了一次口水战,按照巴赫拉米的说法,蓝鞋至今都没有劫清他的酬劳,而蓝鞋则再三强调,他们已经给巴赫拉米付了钱。 对此,巴赫拉米予以公开否认,不,我还没有拿到拖欠的工资,在这位传奇球星看来,伊朗现在的篮球环境,甚至还不如以前,那时,我们国家的经济条件更好,待遇也更丰厚。 在这次的采访中,我说了不少丧气话,我不是有意为之,而事实就是如此。 当年,我曾收到过一份三年的合约,但我没有接受,因为我知道,我配得上更好的待遇,可以和更好的球队签约。 可现在呢,连国家队的球员都得不到钱,唯有当你满足这些条件时,球员才会更有动力和希望,如果伊朗南篮的球员去中国打球,那他们的待遇不会低于100万美元。 像日本南篮的球员,可以拿到50到60万美元,韩国南篮的球员可以拿到60到70万美元,卡塔尔球员的待遇就比较低,差不多20到25万美元。 而我们伊朗球员的情况,就和卡塔尔差不多,在很多人看来,巴赫拉米根本就不用为钱发愁,因为他已经得到了很多人梦寐以求的生活。 对此,他本人也并不否认,从17、18岁起,我就被伊朗国家对效力,到20岁左右时,我就已经有了很好的待遇。 在这之后,我还去了中国,我在CBA赚了不少钱,我可以像所谓的成功人士那样,去过那种非常舒适的生活。 接下来,伊朗南篮将出战两场世界杯遇选赛。 如果无法就薪资达成一致,他可能不会再回来。 如果是5年前,我会非常确定地告诉你,我还会为国家对效力。 但现在,我的考虑很多的事情,甚至到目前为止,我都没有考虑征战事与赛。 巴赫拉米在国家对。 巴赫拉米在国家对。